现在五月报税季来了 不过有七大省钱利多的新智出炉 特别是在长照的部分 可以享有的是12万元的特别扣除额 另外还有基本的生活费 现在也调升到了17.5万元 还有如果你是四人家庭的话 可以少缴将近3000块钱 国税局门口搭起一座座棚架 架设透明隔板鼓励民众网络申报 现在用网络报好像比较迅速又比较并解 五月报税季来临 政府祭出七大省钱税制 包含延长缴税期限疏散人潮 纵锁税以及银锁税 也能延长一年或分期三年 长照特别扣除额 每人每年赏12万元 扣除额个人基本生活费 也调高至17.5万 如果有使用长照2.0的话 那可以减付相关的这名文件 一样可以享受到每人每年12万的扣除额 而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 也就是名模条款 新增了核实减除 服装费 训练费 职业工具 三项支出可减除薪资收入3% 政治捐献支持度1%以上 政党也能略举扣除 亮点还有同性伴侣 可以合并申报所得税 服装费 教育训练费 以及职业上的工具支出 这三种费用的话呢 选择列举扣除的话呢 它跟薪资特别扣除额 20万块钱 是两个只能择一选择 薪资上路爸妈报税看过来 以四人家庭基本生活费 总额70万元计算 比较像木合并供64.2万元 差额5.8万元 以适用税率的5%来计算 就可以少走2,900 4万以下的月薪 就差不多可以不用 其实不用缴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还算合理吧 缴税能省则省 疫情之下 判政府心智能够让纳税人 喘口气 东森财经新闻 蔡炳宏 钟云瑞 台北采访报道 对啊 钟云瑞 对啊 钟云瑞